最近台東的日圖 觀光的林條是恰恰恰 四月到六月 十個月都超過四萬人 現在那個熱是雍電的高峰 上個月也已經跳燈幾十次了 台東在這兩禮拜 把一些受到鹽海 這麼嚴重的山路都換掉 所以不曾雍電是很穩定 也讓日圖的UK 就要到三天升電 台東我們的天其實繼續燒熱 但是法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統計 今年四月到六月 蓋力度都有的人數有八萬三千多的 但是今年同期是增加到十二萬三千多的人 一個是增加這麼多的人 用電量也一樣大大增加 另外一個月後日 這台用電量是創四十二年來的新冠 要六千千萬 最近又常跳電 尤其在雲山村那裡 這一個禮拜之內 但是前兩個禮拜基本上都會跳 那都是會 都是在業界裡 台東說歷道是用煎油來發電 去年就一直有在換發電基礎 發電都是有夠的 但民眾反映跳電 港電英文發現是 共電的山路受到鹽海已經有去換 台東說在那裡的大貨 會繼續一直去看發電基礎的情形 會把這個一些負載把它做一些分割跟調整 讓它不會瞬間的用電量造成不平衡 那另外一個我們對線路有加強 泰環跟巡視 不過台東也會有去歷道的遊客 你如果出去外東 要把房間的冷氣管起來比較省電 讓發電基礎可以效果 這可以提供歷道 暗時用電關風機的運轉 一直中好報道